舰长 我是福华 好久不见 与Kiana他们的分别已有些时日 自那一战后 我终于得以卸下重担 回归平静的生活 便与苍玄之书一起 开始了云游四方的日子 旅途充满惊喜 也偶有波折 有时还会见到从未想象的光景 这使我更加深感和平的来之不易 而就在我与苍玄之书的旅行途中 却偶然目击了可疑的异象 当时 我一心只顾着调查 却意外被卷进了新的风波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陌生的城市 大家好 我是福华的配音演员Mace 今天将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1.5部下半的开篇章节 主线40章的故事背景 以及活动玩法 在40章的故事中 福华来到了一座 名为福洛斯的城邦 这座建筑风格 颇为复古的城市 容易令人联想到 2000年前地中海沿岸的风景 但在这样风格复古的城市中 又四处散落着 各种精巧的机械设备 让人一时无法辨明 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在这里 福华遇到了七位相貌相同的孩子 孩子们自称是城市代理人 负责治理这座城邦 更令人意外的是 他们竟拥有共同的名字 Vita 七位小小的Vita 尽管容貌相似 但性格和特长迥然各异 也因此按照各自的才能 分别承担了治理这座城市的 不同职责 在查明这座城市秘密的过程中 福华也会在不同的装甲形态下 帮助市民清除 突然出现在城市街头的崩坏兽 在本次主线活动中 舰长可选择浮华的三个装甲形态 赤灵 白夜直视 和物都训语出战 随着主线进度的推进 赤灵和物都训语装甲 也可分别解锁 云墨丹心 和隐骑士越轮的形态 舰长可在出战界面 自由切换不同形态出战 相比以往 本次主线活动中 浮华的作战技巧也有所简化 如在赤灵形态下 舰长连续点按攻击键 即可使用穿梭攻击 石羽焰 石羽焰可连续使用三次 舰长若想要快速掌握操作技巧 也可前往技能演示界面 查看不同装甲形态的连招技巧 和演示视频 同时 本次主线活动也保留了 浮华装甲原有的操作 舰长可自行使用简化操作 或原有操作进行战斗 在本次主线活动中 不同属性的装甲 均拥有名为 灵战和异星的特殊技能 灵战技能的触发方式 与QTE技能相似 舰长可通过切换装甲形态 来释放一次灵战技能 比如切换至赤灵装甲时 将召唤一只炎鸟 对沿途的敌人造成火焰元素伤害 并生成轩辕剑投影攻击敌人 而舰长使用装甲的异星技能后 可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战斗能力 比如舰长使用 赤灵装甲的异星技能后 将进入短暂的无敌状态 并增加全角色伤害 舰长在合适的时机 释放临战技能和异星技能 便可更轻松地击败场上敌人 除了日常与崩坏兽的战斗 浮华还将在城市中 收集关键线索 寻找隐藏的真相 浮华不同属性的装甲形态 还拥有独特的探索技能 例如物都训语装甲形态的 探索技能为卓剑 使用该技能 即可标记附近隐藏的线索 即可交互物 帮助舰长快速解开眼前的谜题 舰长参与主线活动玩法 可获取积分代币 成为糖果 积累一定数量的成为糖果后 即可前往侦探手机界面 领取四星活动圣痕 Bronia备份下 水晶和养成材料等奖励 在这座城市的一场场战斗中 浮华渐渐查明了 陈锋已久的真相 甚至在探索过程中 遇见了一位分别已久的故人 至于真相具体是什么 浮华遇到的故人究竟是谁 还请舰长跟随浮华的步伐 逐步揭开隐藏的谜底吧 那么关于主线四十章的介绍 也就到这里了 期待能与舰长在全新篇章中相见